我昨天聽那個中文獎的講話很奇怪 他是這種什麼智商不到70是不是 我請市長替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智商不到70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呢 一般來講100是 因為是五百一個標準偏差 所以一般來講你兩個三百一百一百應該是 2.3%以下的資歷 總人口3%以下的人大概智商在70以下 市長如果從數字上面來看 智商70到80大概是在邊緣 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外界的支援 一般這樣的人活得很辛苦 那智商那個70以下一點 50到70算是輕度的 那臨床上病徵就是 他通常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多數可以如常生活 所以市長講這個70其實蠻巧妙的 剛好介於這個 智商判斷的臨界點 可能是邊緣也可能是輕度 市長你從病徵上面來看 中文獎發言人你覺得他是哪一種 他是邊緣還是輕度 沒有啦 他的理由不好啦 湊得潤湊就好了 講那麼多幹什麼 市長這個 陳時尚部長今天有繼續跟你講 說他要從全人的觀點來看這件事 沒關係我們繼續講庄人翔 如果他在北市府工作 他是你的員工 你會派給他什麼樣的職務 通常在我的底下就不會亂講話了 還是在你的底下沒有智商不到70的人 不是啦不會 其實他們絕對不是智商氣勢一下 可是為什麼要講那個就是 就是認為老百姓很白癡的樣子的動理 對啦現在關鍵就是你把這件國王的行李給搭掉了 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 可是他偏偏就是要避重糾情 現在還是肯認AZ這批集齊品 那你認為專人翔買了這批集齊貨 他同一廠商讓這批集齊貨進來 是因為他的智商不足呢 還是因為我們根本在疫苗採購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的執政黨什麼事情 什麼力都使不上呢 其實我們疫苗從頭到尾都沒有政策 我們疫苗大部分都是人家送的 也沒有幾樣是自己買的 自己買的百分比也不高 所以這個根本 我跟你講齁 他常常在怪我們什麼什麼什麼疫苗 我跟你講 這平台是你控制的 我們提供多少 你就把它弄 我們現在這一次我們提供的幾個 才不到六成 我們說我們可以打這麼多 人是你在配對的 不到六成 我都不曉得怎麼辦 台北市的AZ呢 一天是170億個人去預約 那這個情況我們應該要如何處理 尤其是如果大家會擔心 來到台北 然後打到的是那個集齊品 可能會影響大家的施打意願 那接下來如果台北市的施打意願不高 那可能大家又要講說都是柯文哲的錯 你看都沒有人要來打 柯文哲要負責 那台北市政府要怎麼因應這個問題 這個我要先消毒 我們是提供注射的能量 就是一個禮拜二十八萬 那個配對的系統不在我手中 配對系統是在中央 是在衛福部 是他配對找人來打 所以這個你找不到人 怎麼算是我的帳 市長你也說了 因為中央他可能 你也認為嗎 沒有好的採購計畫 甚至在立法院裡面 他們有所謂的疫苗掉落小組 從他沒有開過會 包括採購的價格等等 都沒有公開透明 所以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 等到來了才發現 未來台北市在這個疫苗的採購上面 如果市議會成立 調閱小組 市政府這邊的態度是如何的 會用意把資料公開嗎 你們不用調閱 我的個性早就全部公開了 一定是跟你講價錢多少 更加談多了 系列是這樣 還沒簽之前要保密 簽完就沒有什麼保密的問題 所以你也覺得說簽完就沒有保密的問題 那為什麼中央到現在 包括這批的AZ的疫苗 他們總是到現在 人家去問都還是說 這個音樂是機密 我們不能講出來 講出來的話 可能會有人不高興等等 為什麼還會有這種情況 我跟你講 我們立法院也有五名立委 我叫他們去問 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問得出來 為什麼都是問不出來 價格啦 會議記錄啦 契約啦 沒有要問得出來 那他們都是用什麼樣的理由回覆 你說不行呢 他說 問這個問題 就是拘心剖測 拘心剖測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台北市要去購買疫苗 購買未來藥 購買這個口服藥 我們就沒有拘心剖測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公開 市長這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的承諾嗎 對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要問的就是說 剛才我內容了一個 就是關於那個莊仁祥的智商的問題 還有那個集齊品的問題 有一個資深媒體人叫做周宇寇 他說你無視生非 他還問你有沒有買過三天後就會過期的牛奶 因為我很好奇 所以也拿來問你 你覺得 他問你說 你難道沒有買過三天後就會過期的牛奶嗎 你怎麼可以去質疑AZ集齊品這個問題呢 你覺得AZ的疫苗跟過期的牛奶可以同樣的類比嗎 唉 我跟你說 我的態度是這樣 認錯講清楚就好 講那一大堆理由你都不想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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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